最好笑的就是說 如果它原來是商業使用 你就覺得說 奇怪 這應該是商業區啊 那你現在為什麼要申請 變更商業區 也就是說過去60年來 它都是違章營業 所以歷任的台北市長 從當時的高玉樹 就說這個是台北市政之始 一定要拆啊 就拆到今天 拆了60年了 還沒拆 還幫我跟你家族做切割耶 先是笑了笑 蔡總統隨即撇過頭去 但回顧海豹王與蔡佳 錯綜複雜的關聯 恐怕很難撇的心 重要的當然就是 今天準備大吃一頓 準備要抽獎的 我們的專業黨部的同仁 不只是多次在海豹王餐廳 宴請民進黨黨工吃飯 會在中山北路的海豹王大樓 就這麼恰巧 蔡英文的哥哥 蔡英陽所持有的正中企業 他的辦公室 恰巧就位在二樓 滿滿的宴會桌椅旁 沒有招牌 沒有指示 一到小小的暗門內 就連員工也毫不知情 蔡英文家族主持的 正中企業就在裡頭 這個還是一個房東 跟房客的關係啊 是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啊 口中簡單的 租賃關係卻遭到媒體爆料 在2006年3到4月期間 海豹王餐廳進行修繕工程 向正中企業勤款 沒想到卻遭到國稅局查出 僅有兩張透過人頭公司 開立的假發票 一共掏了5萬多元的營業稅 蔡英陽甚至為此道歉 但雙邊的合作關係 可還不止這雙 在松山區的這個 重劃區土地 在炒地皮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是包含蔡英文的哥哥 還有蔡英文自己本身 以及海霸王的莊榮德 他們都同時去 只有跟炒同一批的土地 那只是先後在不同的時期 把它賣出而已 議員加碼在爆料 從松山到內湖 不少重劃區土地炒作案 總能見到蔡家與海霸王董座 莊榮德共同結盟 是有賣出的交易蹤跡 談跟挫雜的兩代交行 恐怕不是一紙聲明 很高興各位到海霸王來聚會 不滿各位說 這是我家的產業 他們家的產業耶 這是更早期他有這個 那時候講說 爸爸是黑手起家的時候 那後來就是知道 那塊地灑加湯 其實佔地不大 但是那個建築物實在 太明顯了 對 那這個銅綠寧對於這個 他們家事業有一番調查 這是有根據的喔 是判決出來的 對 我調查非常的清楚 因為當時在查 論文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奇怪 他應該是沒有拿到學位 那為什麼一路會有人護航他 那一定他們家的政商關係 一定是 不是他自己所說的 家裡是一個黑手 那怎麼查呢 最容易查 因為現在有個資法的保護 所以我們要去查一個 私人的財產是查不到的 那所以有個資法的保護呢 我們只好去查什麼 因為他是總統 所以他的財產是要申報的 所以去監察院就可以下載 他的財產的狀況 我就發現說 那財產裡面有一筆啊 是持有的這個 一家公司的持份 這家公司叫做 正宗企業股票圈圈公司 正宗這兩個字 就會引起我們的敏感度 在民國54年的那個時候 那個時代呢 叫做正宗的公司 大概不太容易被通過 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正宗書局 就是我們調查局的前身 這個中統的這個 這個創辦人 陳立夫他所成立的 這個正宗書局 那他爸爸呢 可以用正宗企業股份 尤其是公司 去持有一個軍事用地 到今天為止 海霸王這塊土地 坐落在二號公園上面 它是一塊軍事用地 所以他至今還沒有變成公園 沒有沒有他是 他是一塊軍事用地 就不應該可以移轉給私人 所以我認為這塊土地的 最初的這個過戶呢 是致死無效 我寫了書研究這些資料之後 揭露這些事情呢 有很多綠營 尤其是深綠的 或是民主的前輩跟我講說 如果不是你寫這些信 我們通通都不知道 我說到今天為止 還是這個狀態嘛 更嚴重的是 這塊地在疫情期間呢 2020年 由柯文哲黃珊珊 在台北市政府啊 就護航讓它變成什麼 轉成商業用地 商業用地 價值差很多的 我來講一件事情 今天我們還有一個 很大的公園 叫做什麼大安森林公園 來試試看就是說 大安森林公園 可不可以切一個三角窗 不管四個角哪一個角 切一個三角窗給我 我來買 不管你要賣多少 我來買 給我當作商業區可不可以 如果不可以 那為什麼蔡英文他們家可以 所以我覺得 這些政客啊 我們必須要用英文講一句 就是說How dare you 你怎麼敢 你怎麼就敢 這真的是讓人非常的憤怒 那我們今天損失了什麼 今天當你把這塊地 你覺得這塊三角湯 沒辦法其實很大 它的建品有2000多瓶 好 那它把它變成商業區 一半是可以做豪宅 一邊變商業區 你想想看這個蓋起來之後 會有多少利益 在那個角落 我看一瓶兩三百萬是跑不掉的 所以初估這個價值 大概超過60億 你只要讓它變成商業區 你就送它60億 那可不可以這樣子 你說軍事用地 可以變成私人的資產 還可以變成商業區 那這樣子國防部可不可以賣給我 總統府可不可以賣給我 我們大家一起來買 是啊 大家合資來買啊 是啊 大家合資來買啊 如果機關用地可以賣給私人 這活生生的就是在蔡英文 而且她現在是總統的這樣一個位置 結果柯文哲黃珊珊他們護航她 那內政部不要說了 所以當這個都市計畫變更的時候 要送內政部嘛 那申請人是誰 正宗企業股票有限公司啊 就蔡英文啊 蔡英文持股 我們今天遇到了6.8%的地震 蔡英文在正宗企業股票有限公司 持股是多少 就是6.8%啊 6.8%的地震啊 她持股6.8%啊 然後呢 你送給她 輸送給她這個 將近60億的這個價值 也就是說你送給蔡英文4點多 4點多億嘛 我們一生可以有多少機會 可以去賺到4點多億啊 就成就的蔡英文跟她的家族 然後剛才其實我們在影片中 有看到她跟海霸王這家餐廳的關係 說沒有關係是 房東跟房客的關係 錯 因為個資法不能查 但是有一個東西可以查很容易 大家好 上經濟部商業司的網站 查正宗企業股票公司 你就可以看到她的主要的股東 董事名單可以看得到 她的主要的 因為她是公司所以要公開 因為怕有人投資被騙 她的主要股東是誰呢 海霸王啊 所以海霸王現在持有 正宗企業股票有些公司 40%的股權 蔡佳包括蔡英文 總共持有60%的股權 我記得你好像有講過 那個前監委陳施孟老師說 曾經去拜訪蔡英文 她本來是去查出那塊地 因為要做成這個雕像公園 然後去找到了她的姐姐蔡英靈 但蔡英靈講了一句話 這個不是她能夠處理的 是不是 這個過程是這樣子 就是陳施孟老師 有一次在參會上面遇到她 其實她是特別來看我 她就是要跟我講這件事 那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她說她在當副市長的時候 那應該就是1995年 陳施孟第一屆的台北市長 後來她就落選了嘛 那1995年那時候陳月斌說 這個二號公園上面 我們想要弄一個雕塑公園 露天的雕塑公園 那所以副市長就出發去看那塊土地 你現場要勘驗一下 結果她站在那塊地上面一看 怎麼有這麼醜一棟建築在上頭 那她就去查這個資產是誰的嘛 那因為陳施孟老師是台大經濟系教授 所以她跟這個蔡英文的姐夫 劉景天教授也是經濟系的教授 非常的熟是好朋友 她就說她就問了這個劉景天說 那是不是我可以見你太太 跟你太太請教商量一件事情 她說什麼事情 她說我覺得這個海報這塊地 我們市政府可不可以用別的地 跟它交換 因為我們想要二號公園 可以是一個完整的一個公園 然後她說我太太啊 劉景天就說蔡英琳 在他們蔡家是沒有話語權的 蔡家的事情 蔡家的事情都是小妹決定 那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安排我跟蔡英文見面 結果劉景天就幫她安排了 跟蔡英文見面 你要知道陳施孟老師 在當時就已經是經濟系的 知名的教授 而且她當時是副市長的身份 結果蔡英文叫她去見她 去哪裡見她呢 就是當才在影片中 我覺得你們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那個影片中 因為鄭中企業股份 也就是公司登記在哪裡 就是登記在海報王這個地址 二樓 所以她有一個小辦公室在二樓 那她就是蔡英文就要求 陳施孟老師去海報王見她 陳施孟老師說 後來她從此之後拒絕去海報王 她就再也不去了 為什麼呢 她請同仁 市政府的同仁準備了三塊地 都是很好的地喔 有的在中秋冬 有的在不同的地段 那她覺得價格可能差不多 所以她拿去 請這個蔡英文見賞一下 就是說這三塊地 如果來跟你交換可不可以 她說她話還沒有講清楚呢 蔡英文就斬釘截鐵跟她講說 絕無可能 哇絕無可能 所以陳施孟老師就鼻子摸摸 就回家了 然後她說她後來看過我的書 她說她有點懊悔 就是說當時她沒有弄清楚說 這一塊地的地幕 是軍事用地 如果她當時 就直接處理了 就直接處理 對啊 就把它徵收回來了 所以如果 未來您當了同市長 第一件事情要做這件事 這個一定要處理啊 你既然可以亂七八糟 把它用奇怪怪的理由 把它變成商業區 我們當然可以用正規的方式 讓她回歸市二號公園嘛 我們可以看到 蔡英文就是 蔡家的小妹排行第十一 家裡這個海霸王 就是她說了算 小妹決定說了算 但這個海霸王的前身是 樂馬飯店是不是 是 是樂馬飯店 而且樂馬飯店 就是直接是做這個美軍的生意 那所謂做美軍的生意 其實我們知道嗎 它就是美軍的這些 從越戰回來的這些 有士兵 有士官 那他們大概就身上帶著現金 因為大概每三個月 他們可以輪休一次 那再回到戰場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能不能再活著回來 所以呢 他們大概這些大兵 或是這一些軍官 就會在台灣把錢花掉 那所以你現在回去看 就是有很多 這是英文的網站 我就都教大家怎麼去查資料 有很多美軍在亞洲的夜生活 這樣的英文網站 就這麼多的相片 包括樂馬飯店的資料 這樂馬飯店當時在做什麼 這些軍官可能還沒有在 松山機場降落 或是在台中進學綱 還沒有降落 他們手上就有名單了 所以人就已經安排在飯店裡面 所謂人安排在飯店裡面 就是那時候其實都是禁止的 但是有一些巴女 就已經安排在飯店裡面 所以他們家當時做了很多 我們匪夷所思的 到今天為止都沒有人敢這麼做的 就是有一些外匯的地下匯兌 因為他們給他美金嘛 其實當時有很多 包括中山北路 包括大同區在討生活的 賣香菸的啦 這些現在都是阿嬤級了 他們就是用這種匯兌 地下匯兌換美金換台幣多一點點 然後再拿去黑市 因為那時候外匯管制嘛 所以很多要出國留學 或是經商的人 他拿不到美金 他能夠換的美金太少 沒有辦法去念書啊 所以只好被迫的 從地下匯兌去多買一點 這個是過去的那段歷史啦 我甚至懷疑就是說 蔡潔森本來是在林口飯店 是在現在的民族東路 現在有一個電光牌的 這樣一個招牌的那個地方 現在電光牌可能成豬 但是沒有在營業 那那個是林口飯店 是做比較low的 就是這個張金鳳 就是蔡英文的媽媽 是張金鳳 是林口飯店的餐廳部的 這個老闆 蔡潔森很妙 他都把這些產業 都登記在這些各房的名下 太太這不是太太 就是這個統居人的名下 可以回避當時可能有票據法 還有逃漏稅的責任 我連這幾家公司 曾經逃漏多少稅 的資料都找出來了 我只是沒有公布而已 所以逃漏稅他們家 不是第一次啦 那所以這個資料看得出來 就是說 張金鳳可能他的原生家庭 跟美軍是比較有淵源的 所以後來蔡潔森為什麼 拿下樂馬飯店 會登記在張柏年的名下 我相信這個是 蔡潔森跟他的第一個孩子 只是那個時候 可能有一些約定就是說 生的第一個孩子 可能要姓張 然後第二個姓蔡 就是有一個成績家族的 忠實的忠實 這個問題在 我相信那個是他的孩子 不然的話你不可能 把最大的 手上當時最大的資產 登記在張柏年名下 對 那這個部分也是要 蔡小英自己講清楚 他們從來不說這個事情 對他們也不說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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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